亲爱的各位朋友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新一期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由徐正希、姚迪、徐方舟等人主演的都市悬疑推理网剧《痕迹》正在热播,今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报社连环杀人案。 剧情回顾,南海是一家报社,接连发生两起命案,记者黄岸和汪西先后被杀。 警方通过调查发现,此次连环杀人案极有可能与三年前,一起爆料人无忧致死有关。 杀人者来势汹汹,目标明确,均是针对当时涉事记者犯案。 郑小炯恰好是无息遇害,那则报道的主笔之一。 那次报道因为不慎将爆料人无忧的真实姓名刊发出来,而令其遭到了被爆料人的报复。 无忧为此失去了生命,警方断定,凶手下一个目标就是郑小炯。 队长贾丁接到报案,说报社其总编失踪,要他火速派人去找。 谁知这尽是凶手的调虎离山之际,他真正的目的是趁机引出郑小炯并杀之。 幸亏法医耀言及时识破了凶手的伎俩,救了郑小炯,凶手也随之伏法。 原来,策划出这一系列杀人案的正是报社司机曹峰。 三年前,曹峰因醉酒不慎掉入污水池,恰好被无忧所救。 当得知救命恩人无忧,在患有极度洁癖的情况下,仍然不顾个人安危拯救自己时,曹峰极为感激。 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开车在这当时封口阵望的记者黄岸和汪汐外出时,听见俩人轻描淡写的谈起了无忧之死。 黄大记者还是无比傲娇的语气,和要争选优秀记者的气势,丝毫没有把他参与报道的无忧之死当回事,汪汐也说了一句,不就死了一个爆料人吗?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 曹峰觉得自己一向尊敬的俩个人在自己面前说出这样冷漠的话,他深深的为自己的救命恩人感到痛心。 这群可恶的人把金钱荣誉竟然看得,比他人的生命还重,回想起这等事竟然还能谈笑风生。 恨刺胸中起,恶从胆边生。曹峰决定对几个人逐一杀之而后快,奈何法网恢恢,法不容情。 他终究要为自己草千人命的行为承担后果。 案件后续反思,历经几番大周折,耗费警局大量人力物力的报社,连环杀人案宣布告破,凶手犯案原有也真相大白。 本案剧情设定从起因,经过,都无可厚非,浓墨重彩的铺陈叙述,整命细致的逻辑推理。 唯一遗憾的是,案件当事人郑小九事后缺少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反思。 此处本应该成为,报社连环杀人案的点睛之笔,却完全被忽视了。 这也是本案剧情设置上的一个瑕疵。 案件结束后,镜头一转,侥幸逃过一劫的郑小九非但没有反思,反而对救了他一命的法医料言犯了花痴。 他在电脑上写道,这件事之前我对他的喜爱,只是一种莫名的心动很零碎的感觉。 他的下巴,他仰起眉毛笑的样子,他的手指,他身上的味道,他让人捉摸不透的热情和冷漠。 但现在,这一切都不一样了,他给了我一条命。 余下的时间,我的这条命,就是用来爱他的。 到此,本案宣告结束了。 难道无忧的死,曹峰的恨都成了他犯花痴的陪衫和铺垫吗? 本案唯一一个活下来的郑小九,总要对因自己失误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有所悔悟。 非因自己而丢掉性命的无忧,有起码的悔一把。 近人者,人恒爱之。 一个人没了对人对视的敬畏之心,是走不远的。 曾子的那句无日三省无身,为人谋而不忠呼。 与朋友交而不信呼。 传不习呼。 永远值得后世之人研读和学习。 修身,起家,治国,平天下,一切事业成就的基础都在修身二字。 这同时也是无数成功之人一直在践行的行为准则。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一路有你,随日而行,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,我们下期再会。